我从小在北京 古尚复杂 没遭遇谁 没惹过 这疯怎么办 来 先登上机 登记呢 对 是月儿是吧 对 我 你买什么 买葱 买几根 三根 带走 带走啊 小客啊 小客来 来一下 这个也是叫孙悦 我要买三根葱 现在叫带走 孙悦 对 我 买什么 买葱 三根 带走 带走啊 现在 现在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来 那个 拿个您稍等一下 那个 那个 我妈留成办事 是 是 孙悦 买葱 三根 要现在带走 来 您是叫孙悦是吧 对 是我 是我 对 就我 买葱 三根 带走 您这急什么呀 不是 那个 您买几根 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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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您买葱 做什么用啊 我家里吃饺子 猪肉大葱的 没葱 嗯 嗯嗯嗯嗯 了解了解了解 那您去过肉铺没有啊 没 没去过 你没去过肉铺呢 您买葱干嘛呀 哎呀 这叫什么话呀 我们家冰箱里有肉啊 是这样啊 孙 孙先生是吧 对 是我 如果那个 大家都说冰箱里有肉 来我们这买葱 那我们这葱还怎么卖呀 对呀 我这怎么卖呀 不好办 不是 你们这话里有话呀 不是 你有话直说 怎么着 这样啊 这样 咱们呢 互相都理解一下 您 去把您买肉的时候 跟肉内自拍 然后或者是收剧 您给我们看一眼 不是 你们这都是人话吗 你们买肉跟肉还自拍呀 再说买肉 哪有收剧呀 不是 您要这么说话 那我们还真没法卖您了 不是 什么叫没法卖呀 我给你钱 你给我葱 我拿走回家 你们这都什么办事效率 就到这儿 不是 不是 你站在什么地方吗 跟人喊什么呀 行行行行 不是 抱歉啊 孙先生 我们这也有规矩 顺序是什么呢 顺序是您得先去买肉 然后再来我们这儿买葱 这顺序不能反了 它肉铺也是这么说的 我得先买葱 我才能买肉 那我们这个管不了 我们俩系统啊 不是 你什么叫 行行行行 你们先忙着啊 不是 抱歉啊 来 老家 不是 不吃不吃不吃 谢谢大葱哦 今天的心酸 对不起 烤梅 在终于 你 这 的 好